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唐代的风貌 唐人的风情 不但被诗人写进诗中 也被汇进画里 如今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三花式女图 就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幅展现唐人之美的经典画作 画中所谓人物体态风鱼而优美 富贵而典雅 他们三花捉蝶 五鹤西犬 贤士富足的生活贤情 悦然至上 这无比贴近于我们想象中的大唐风采 然而这幅画却没有作者署名 如何判定这幅画的朝代和作者就成了一个难题 由此引发的猜测和质疑层出不清 那么这幅国宝集的画作究竟是何人所会 为什么他在问世后的几百年间竟没有任何流传记载 他又是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重现世间的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宝迷宗第三部第二集 《沾花是女图之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给大家主讲的主题是 《沾花是女图之谜》 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古代绘画作品 名字叫《沾花是女图》 此画卷本色色 纵46厘米和180厘米 表现的是侍女的生活场景 所谓侍女有两个意思 一是古代皇宫贵族和官宦人家的女子 其二是美丽聪慧的女子 这些女子成为历代绘画艺术家们热衷表达的主题 因此形成中国古代绘画一个重要的类别 叫《诗女画》 那么《沾花是女图》就是此类绘画的典型作品 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五个农庄艳福的贵族女子 和一个手持团扇的侍女 她们在幽静空旷的院内 嬉戏万乐 形象非常生动 这《沾花是女图》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认定的 唯一一幅唐代式女画传世的孤本 不仅具有唯一性 而且代表着唐代的现实主义风格 其艺术价值非常高 可是就是这件国宝局的文物 却差一点毁于战祸或者流失民间 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 这还得从清朝废地溥仪说起来 1911年的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 当时的这个溥仪啊 年仅六岁还没有亲政 所以呢就由龙玉皇太后啊 颁布了退位诏书 由此结束了大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 当时的民国临时政府 给清世承诺了一些优惠条件 其主要内容是呢 每年供给四百万两白银 后来改成四百万元大洋 供给清朝王室 允许清朝王室成员和费地溥仪 暂时居住在紫金城内 皇宫内收藏品无数 可是皇宫内管理混乱 上至费地溥仪下岛太监宫女 经常发生盗卖珍宝的事情 金内武府这些官员呢 坚守自盗 所以宫内的收藏品呢 流失无数 最大的盗贼就是费地溥仪 他要他的弟弟普杰和普家进宫陪他读书 然后呢 以皇帝恩赐的名义 把宫中的收藏赏给他两个弟弟 这两个弟弟放学回家 用皇陵把这个收藏品包裹好 装在书包里带出皇宫 直到1924年11月 清王室成员被赶出皇宫为止 这兄弟三个人合伙盗窃了宫中收藏品 将近1200件 其中就包括今天要讲的 蘸花式女兔 这批被盗的宫中收藏品 开始藏在纯王府内 1925年在日本人的协助下 这批收藏品就转移到天津日租界 溥仪的张元和靖元内 1934年溥仪到长春 做了维满洲国的皇帝 这批收藏品就运到了长春 收藏在伟皇宫的小白楼内 所谓小白楼啊 就是日本人得溥仪修的 专门用来收藏 善本书记古丸字画的库房 到了1945年8月 日本投降之前呢 关东军司令决定 把维满洲国的首都 迁到吉林通化县去 所以这溥仪啊 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啊 浩浩荡荡就从长春出发 向南奔吉林通化而来 一路向南逃窜 结果来到了鸭鲁江上游的 吉林省通化县的大栗子沟 在往边是朝鲜 向后退 恐怕有追兵 没办法 只好在大栗子沟暂时住下来 这随行人员很多呀 而且这维满洲皇帝的溥仪 还继续摆溥 每天的花销非常大 他手头的维满洲国的货币啊 情同废止了 所以只好拿出 他们随身携带的古丸啊 宝贝啊 等等古代字画啊 去交换生活用品 虽然他们手中这些古代字画 宫中收藏 很多都是无价之宝 可是在战乱的时代 逃亡的路上 要么就是有钱人不识货 要么就是识货人没有钱 总之 为了换生活用品 这些无价之宝 只好低价出手 最后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普玉决定 把他的随行人员呢 都遣散了 带几个亲信 准备离开大栗子沟 临行前就把他随身携带的宫中的收藏品 就送给了这些被遣散的 原来他的随行人员 那么这帮子随行人员继续向东 逃到了这个吉林省的临江县 就是现在吉林省的临江市一家公寓住下来 不久东北民主联军发现这公寓中住的这帮子人 手中都拿的是宫中的收藏品 于是就将这帮子人手中的宫中收藏品 全部没收了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呢 就把这批收藏品呢 交给了当时的东北银行保管 东北解放了 那么东北银行呢 就把这批收藏品呢 又交给了东北博物馆 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那么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仁凯先生呢 就是在这批收藏品中发现了一幅侍女画 经过仔细辨认 他确定这是唐代著名画家周法的作品 由于此画呢 没有标题目 杨先生就根据此画中侍女头上粘着鲜花 给这幅侍女画命名为 簪花侍女图 从此啊 簪花侍女图就成了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按乱年代里 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山河破碎 恶嫖遍地 那些昔日被世人奉为珍宝 而无比爱惜的文物藏品 也被抛进时代的浪潮中 几经沉浮 簪花侍女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流落民间 而当战火硝烟慢慢散去 簪花侍女图终于重现世间 然而如何为这幅没有署名的画寻找作者 成为了专家们的大难题 那么杨仁凯先生为什么认为这幅画在画家周访之首 他最初又是如何进入清宫内府的呢 几经沉浮宝宝宝宝馆收藏了簪花侍女图之后 对这幅图的研究就逐渐地深入地展开了 随着对这幅画的研究的深入展开 关于这幅画的疑点也就越来越多了 第一个疑点是什么呢 就是此图的作者 人们会问 这幅图没有作者落款 也没有作者的前印 那么人们依据什么将此图的作者 确认为唐代画家周访呢 当初这杨先生啊 有可能是根据《石渠宝集》中的记载 在《石渠宝集》续编中记载 清宫内府收藏了一幅唐代周访的侍女图 杨先生呢 又是从宫中流失出来的这批收藏品中 发现了侍女图 因此确认这幅图的作者 就是唐代画家周访的 那么就有疑问了 这《石渠宝集》的编撰者 他依据什么 确认这幅《试女图》是周访的作品呢 研究沾花《试女图》流转过程的学者 基本都认为 第一个确认 这幅《试女图》的作者是周访的 是清初收藏家安琪 后来安琪的收藏进入了清宫内府 那么《试区宝集》的编撰者 发财 发财之后啊 附庸风雅的也玩起了收藏 由于钱多呀 出手特别的阔绰 所以他到处搜集名人字画 只要听说哪有真品 只要他认为是精品 一定要收藏 一定要纳入囊中 钱多就不怕打眼 所以在古董市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 练就了一副好眼力 对文物 对古字画的鉴别能力极为高 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 终于成了清初一大收藏家 所以安琪到晚年呢 将他所有的收藏 编入到了这个墨园会观 在这本书中 对他所有的收藏品 从这个内容 到著名收藏家的款式 还有这个收藏的过程 都做了详细的注录 后来安琪的主要收藏品呢 就进入了清宫内府收藏了 安琪的收藏品 进入清宫内府收藏之后 那么石区宝吉的编撰者呢 就依据安琪的观点 将这幅《赞华士女图》的作者 认定为唐代绘画艺术大师周访的 可是这安琪啊 他实际上是康熙年间 一个朝中重臣 纳兰明珠的家奴 开始只是为纳兰明珠啊 干点杂活 由于他聪明伶俐啊 这纳兰明珠就很喜欢他 让他入了棋 后来安琪要经商 你说一个奴才要经商 哪来的资本呢 实际上安琪啊 只是个经理人 在背后老板呢 是纳兰明珠 说起纳兰明珠 这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这个人精通满汉文化 为人还算正气 做事也很干练 而且能说会道 后来担任康熙年间的内阁大臣 可是后来他利用皇帝 对他的信任独揽朝政 权倾朝野 贪财纳会 卖官与决 纳兰明珠倒台的时候 抄他的家 结果没发现什么财产 人们就纳闷了 实际上啊 这精明的纳兰明珠啊 早把他的巨额财产 藏匿或者转移到他人名下了 这安琪经商 他的资本 很可能就是纳兰明珠 藏匿或者转移在 安琪名下的巨额财富 你说这个奴才出身的这么个安琪 又经营的是演业 以这样的出身和社会地位 是不太可能有比较深厚的学养 和艺术鉴赏水平的 虽然他发了财 大量收集收购这些名家字画 而且收藏品颇丰 可他充其量 是个收藏家 而不是艺术家 这收藏家和艺术家 可是有本质区别的 收藏家为了占有 艺术家那叫欣赏 所以这样的收藏家 他最多是建上古物的鉴别力很高 能够准确地鉴定出古物的真伪 把握古物的行情和价格 但是他依据什么 确认这个 这个樽花侍女图的作者 是周访呢 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这就不得而知了 安琪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更是一位令人艳羡的书画收藏家 其收藏多为世所罕见的精品 甚至有收藏之父 甲鱼海内的赞誉 而他晚年的偶心沥血之作 墨原会官 更是将他的名字 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书画建藏史上 然而 在墨原会官一书中 安琪却未留下 关于三花侍女图的过多描述 因此 借助安琪的观点 来判定这幅画的年代和作者 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那么杨仁凯先生又是根据什么 来论证这幅画的创作年代的 为什么傅晓凡老师说 如果能确定这幅画是中唐时期的作品 那就能间接确定作者身份了呢 而杨仁凯先生呢 为此呢 也撰文做论证 他并没有直接论证 这幅图的作者是周访 而是论证这幅图的创作时代 因为作者和作品之间 没有直接证据是很难论证清楚的 而通过画面的艺术风格和表现的内容 是可以推断出这幅画创作的年代的 杨仁凯先生就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来论证这幅画创作的年代 第一呢 通过画面中表现的 贵族妇女的生活来确认年代 通过这三华侍女图的描绘 观众们可以体会到 这些侍女们生活悠闲 衣着华贵 浓装淹没 生活显得非常的奢靡 这价价于中唐时期 也就是唐德宗的真元年间 宠上奢靡之风是非常吻合的 第二 用绘画作品 引路菩萨图作作证 这引路菩萨图是中唐时期的作品 从这个敦煌墨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之后 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那么在这幅图的下角 有一个妇人的形象 她的头饰和形象 与脏化侍女图的侍女非常相近 对比唐代侍女的化妆来判断年代 唐代侍女化妆有特点 比如短眉 八字眉 鹅眉 而且这些侍女们发际也很有特色 这是中唐时期美女的典型的发型 发际上插内不摇差 也是中唐时期女子们普遍使用的头饰 第四 用图中的动植物来证明年代 在森花式女童出现了很多洞 比如这个叫窝子 这是中唐时期从西域引进的宠物狗 还有画面中盛开的玉兰花 这是中唐时期在长安普遍种植的花卉 再就是图中的人物 手持的团扇和家养的丹顶鹤 这是中唐时期长安城中的风俗 第五 用作品的艺术创作方法和风格来分析年代 这杨仁凯先生就认为 这幅森花式女图在绘画记忆法上 比如复色的手段 画面的构图 花卉的描绘等等表现得不很成熟 而且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写实风格 这些都是中唐时期作品的名证 以上种种观点概括起来就叫中唐说 那如果能够证据确凿的确认 这幅作品创作于中唐时期 那么就能够间接地认定 此画的作者是周访吗 这就得说说周访这个人了 周访啊 自锦璇 出生在京兆 也就是现在陕西西安 可是生足年不祥 不过通过与他交往的人 可以大致确定他生活的年代 周访出生于官宦之家 是个公子哥 跟他交往的都是搭官贵人 他曾经担任过节度使 这唐代的节度使啊 权力很大 要么就是风将大吏 要么就是朝中重臣 可是这位节度使啊 却特别喜欢画画 他学画呢叫穷丹青之妙 意思是掌握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技巧 显然这位节度使不务正业啊 虽然他不务正业 但也因此赢得了名声 有一天他哥哥周浩 来见这个弟弟周访 有事要求他 哥哥周浩跟弟弟周访 风格完全不同 这是个武将 喜欢骑马射箭 他跟着大将郭书汉 去远征吐蕃 收复了石捕城 也就是现在青海黄元县的日月山城 立了战功回来 皇帝就任命他为执金玉 就是皇帝卫队的头 负责京城和皇宫的治安 因此呢就有机会 经常见到皇帝 有一天呢 这德宗皇帝啊 叫李阔 就对这个周浩说 爱卿啊 听说你的弟弟擅长画人我画 我正在修建这个张敬寺 这寺已经建好了 需要一幅神像 你告诉他 让他给张敬寺画幅神像 这皇帝实际上 这皇帝实际上是传口语了 这周浩啊 连忙来到弟弟家 哎 求弟弟啊 皇帝让你给张敬寺画个神像 这周浩呢 答应了 可是答应完之后呢 几天不见动静 这皇帝着急了 又对周浩说 去 叫你弟弟周访 给张敬寺画神像 这周浩只好再度来到弟弟家 这周访 才到张敬寺画这幅神像 你说皇帝让你画神像 得请两次 这谱也够大的 是啊 他这谱之所以大 是因为他当时被许为当代第一啊 这件事让大将郭子怡听说了 就请周访给他女婿造纵画像 说起郭子怡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 郭子怡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甚至有人说 郭子怡对大唐王朝有再造之功 可是这位郭子怡呢 特别喜欢他这位女婿赵纵 据说这赵纵啊 长得特别帅 这郭子怡已经请那 当时的著名画家韩干 画过一幅像了 他总觉得不满意 于是呢 就请周访给他女婿再画一幅 这周访画好画之后呢 这郭子怡啊 就把两幅画全挂墙上 然后让大家评价一下 这两幅画哪一个更好 你说韩干这周访 当时都是最著名的 也是水平最高的画家 他们两个人画出来的画 一般人是评论不出来高下的 这个时候啊 郭子怡的女儿赵纵的夫人回来了 郭子怡就对女儿说 你看这两幅画画的谁啊 赵夫人说 那还用问 那是我丈夫 那你觉得哪幅画画得更像啊 赵夫人说 两幅画画的都很像 但是这第一幅啊 不如第二幅好 这郭子怡问 为什么 他说第一幅虽然画得很像我丈夫 但是他只画到了像到像 而这第二幅呢 把我丈夫的神态 甚至说画那个语气 姿态都画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第二幅比第一幅好 诶 这郭子怡就问身边的人 第二幅谁画的 身边回答说 周访 好 就下令 他身边的人呢 给周访送了几百匹金彩 也就是上好的丝绸 这个故事说明 这周访画画 善于表达人物的神态 所以他真的当之无愧的是 当代第一 还有一个证据证明 这个周访绘画水平高 说当时朝鲜半岛南敦的东部 有一个国家叫新罗国 新罗国有个商人 到中国的江华一带经商 回国之前呢 买了几十卷周访的画 这就说明周访的绘画 不但水平高 而且受欢迎 所以以周访的这个绘画水平 如果能够确认 三花式女图创作的年代是中唐时期 那么就能够间接的证明 此画的作者是周访 中唐时期 周访高超的绘画记忆声名远播 尤其善画贵族妇女 因此一些学者推测 这幅被精心保存下来的 三花式女图 很可能就是出自周访之手 然而杨仁凯先生坚持的中唐说观点 却还是受到了多方质疑 那么都有哪些不同的观点 在挑战中唐说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多年后人们发现 这幅三花式女图 竟然不是一幅完整的画卷 而是由多幅卷画组合而成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此画作者是周访 那么为什么 在此画中留下的最早的收藏印记 是南宋绍兴年间高宗皇帝赵构的 也就是说 此画创作问世之后 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时间 大致有三百年的时间 此画没有任何下落 不见任何注录 也没有任何收藏记录 而且到了这个南宋末年 这个画呢 被宰相贾斯道收藏 从此下落不明 元代明代 记录完全是空白 因此有人就挑战杨仁凯先生的中唐说 反对中唐说的学者 认为引路菩萨图 不是中唐时期的作品 这位学者呢 查阅资料 引进据典 论证啊 此图出现的侍女形象 衣着 首饰等等 都是中晚唐时期的风格 所以他就确认此图创作于中晚唐时期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 有学者呢 就通过对 三花式女图的艺术风格 来支持这个观点 说这三花式女图啊 这绘画技法呀 虽然很精细 但显得比较浊朴 那么这幅图的用料呢 质地和色泽呢 也比较古旧 可是这绘画呢 又很生动自然 不像是模本 又综合此图人物的形象 确定 此图创作于中晚唐 还有学者 把三花式女图 于五代时期呀 北宋时期的各种式女画 进行比较 列出一个表 得出一个结论是 所以三花式女图的式女啊 无论是脸型 体型 都比五代时期 都比这个北宋时期 要显得胖 要显得大 因此得出结论 这三花式女图的创作年代呀 是中晚唐世期 还有学者认为呀 这此图画面上的人物啊 关系不一样 近主原谱 近大原小 所以用近主原谱 表现人物关系 这种方法 至少出现在西汉时期 用近大原小 表示透视关系 这种方法 出现在北朝时期 而一个画面中 同时出现这两种比例关系 出现在中晚唐时期 综合以上种种观点 可以概括地称之为 中晚唐说 可是我认为 无论是中唐说 还是中晚唐说 他们都面对着一个 致命的逻辑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们使用的证据 直指他们论点的材料 本身是存在着争议的 比如这个引路菩萨图 有人说它是中晚唐的 有人说它是五代时期的 再说了 审美情趣 艺术风格 社会风俗和时尚 这些东西 界限是很模糊的 它们会在不同的时间段 会交叉出现 甚至会发生时空的穿越 上下界限模糊 是很难用它 甚至不能用它来断代 同理 这些内容 要寻找 否定中唐说和晚唐说 也是很容易找到证据的 有学者就认为 三皇室女图 创作于五代时期的南唐 它的理由有三 其一 这三皇室女图这个发型 跟南唐陵墓中出土的 女泳的发型极其相似 其二 三皇室女图这个发迹 装束 与陆游在诗中所描绘的 南唐后主的大洲皇后 这个衣着服饰的描述 可以互相印证 其三 图中的侍女 穿的是沙衣 可是同时图中又有盛开的玉兰花 穿沙衣 这是盛夏 玉兰花盛开 这是春天 玉兰花和沙衣同时出现 只能是江南 而南唐的首都在江南 既然主张南唐说 就到南唐去寻找 有可能创作此画的作者 就把南唐著名的画家周文举的 宫中图拿来跟 《沙衣华士女图》比较 比较的结果是 在画面上的这些室女们 头上都沾着鲜花 与《沙衣华士女图》这个发际 少作将近二百年 多作将近四百年 在这段时间内 经晚唐五代 经北宋到南宋 那么这幅画 为什么不见踪影 不见收录 这个印记呢 这个问题不解决 这三个说法都很难成立 所以就有人提出 《沙衣华士女图》 实际上是北宋时期的作品 虽然提此观点的 仅有沈从文一个人 可他颜值糟糟 他说呀 《沙衣华士女图》表现的是 太真初遇 这太真是谁 太真就是杨慧妃 说是宋代人 用宋代的风俗和绘画技法 表达唐代的故事 虽然杨慧妃是唐朝人 但是表达杨慧妃 纳梁初遇 这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主题 因此他就认为 此画是宋代人 根据唐代的绘画 做了修改和补充 而且他对侍女头上的鲜花 也做了考证 说头沾鲜花是北宋时尚 可是我认为 认定此画创作年代最好的证据 还是古人的评价 比如北宋年间 宣和华普的编撰者 他是这样评价 周仿的艺术作品和风格的 他说 仿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 亦始亦毕 意思是周仿画的这个女子 大多都很肥胖 是他作品的一大缺陷 可是接着他又为周仿辩护 说周仿出生于官宦树家 接触的都是达官贵人 都是贵族女子 唐代贵族女子很少有先弱者 因为大唐首都在长安 就是今天的西安 那是西北高原 西北人以醋状为主 很少像江南女子那样的鲜肉 我觉得最有力的证据 证明此画是中唐时期作品 是对这幅画的才迹做到分析 所以三华式女图曾经拿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重新装表 在装表过程中发现这幅图不是绘制在一幅卷上的 而是三块卷拼接而成 当时有人就认为这幅画本来是三幅 后来被拼接在一起了 其实用多幅卷拼成一幅图 这是初唐和中唐时期普遍的做法 比如初唐时期的历代帝王图 就是由六幅卷拼接而成 所以三华式女图的用料证明 此图创作于中唐时期 以周访所能够达到的绘画艺术水平 说明这幅三华式女图的作者就是周访 好了 三华式女图之谜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后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